大家好我是Paul 週一到週 英文齊讀 今天這邊是回應Stanley的說看能不能我們來講一下Rugby Rugby這個運動 台灣其實在我還是國中的年代 我們是熟悉它的 因為在那個時候 我是在台北長大的嘛 那時候我們都知道建中橄欖球隊是非常有名的 是不是建中的補校夜校還什麼之類的 反正就是 並不是很會讀書的那批孩子 但總之它的那個校隊 橄欖球校隊很有名 而那個橄欖球是什麼東西 就是Rugby 它跟我們所理解的美式足球又不一樣 所以其實我或許我們應該要先來釐清一件事情 就是同學你可能並不是非常理解 我這裡講幾個名詞給你聽 所以第一個這個叫Rugby 我就不要用中文說了 因為用中文可能會反而更進一步的誤導你 所以有Rugby 然後有另外一個運動叫做Football 但是Football其實就是Soccer 然後有另外一個叫做American Football 而這個American Football也沒有其他的名字 所以這是一種運動 沒有其他名字 這是一種運動 沒有其他名字 這是一種運動 他有兩個名字 分別叫Football跟Soccer 而Football如果加個American在前面的話 就變成了另外一個運動了 不是同一個運動了 好 那我們現在先講清楚了 這事實上有三個運動 那這三個運動長什麼樣子呢 Rugby就長這樣 所以它是一個不太有護具 然後就頭破血流的去撞 然後你看真的沒什麼護具 它們沒有墊尖 沒有頭盔 然後看起來就非常的Rough 爆個球就在那邊衝這樣子 這個叫做Rugby 然後它的球可以一直傳一直傳一直傳 所以這是一個最大 我個人認為跟American Football最大的分別了 好 所以這個叫做Rugby 那我們來看另外一個 只有一個字就American Football 他跟Rugby有相似的地方 你應該知道這在說什麼 我今天這篇真的是解釋給毫無概念的同學們 一般男生 或許我講男生過分了一點點 一般人 OK 都關心體育的人 關心運動的人 大概都知道這幾個的分別 但不管 American Football 所以這個不叫做Rugby 這個叫做American Football 美式足球 所以它的球長的也比較不一樣 剛剛的Rugby比較大一點點 你看到它可以兩手抱著 然後在那邊這樣 拋這樣子 然後抱在手上也跟一個西瓜一樣大小 可是 American Football 就小一點點 它大部分可以一手抓著 你看到這一張圖片 你應該就會看到 它可以一手抓著 好 然後你看到他們在打的時候 每個都鋼盔頭盔 然後墊尖啊 什麼這些的 所以它的護具是比較足夠的 不過聽說還是非常多人受傷就是 好 而且這個不能夠一直傳球 這就是四分會傳一下 然後你接到 接到就不能再傳出去 你就繼續跑了這樣子 OK 所以傳球次數我覺得是 這兩個運動的決定性的不同點之一 好 這兩個講完了 最後一個 這個運動有兩個名字 叫做Football 或者叫Soccer 其實我覺得Football很好理解 Foot是腳 腳球 就足球 所以我們四年替一次的世界盃 在歐洲這個叫做Football Football OK 可是這個運動到了美國 就變成了Soccer 我沒有想要去挖一個坑 說我們來理解一下為什麼叫Soccer 如果你要的話我也可以做啦 或許下禮拜啦 幹 我為什麼要挖坑給自己 因為我這邊就看到一個連結了 Why do some people call it Soccer 然後這邊就18年的一個文章 陸陸長講了一下為什麼他叫Soccer 如果你有興趣 我們下禮拜再說好吧 OK 但我們今天先不要講Soccer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什麼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Rugby OK 因為我覺得在這裡面 大概你最不熟的其實是Rugby 因為世界盃四年一次 其實你覺得Soccer是熟悉的 American Football 每次足球你應該也蠻常聽到 而橄欖球Rugby 大概就比較少聽到一點點其實 好我們今天來講Rugby OK So 他這邊事實上就是 我找這個網站 他是把兩個東西做比較 所以他把American Football 跟Soccer 拿來做一個比較詳細的比較 所以我們一開始看到了 他就先講了American Football 是怎麼玩的 So American Football is a gameplay between two teams 廢話 and consists of 11 players in each of the two teams 所以每一隊 Consist of就是包含了 OK So X consists of Y 也就是X包含了Y這樣子 包含了11個球員 With unlimited substitutions 然後 什麼叫substitution 交換 這個字還不太好唸 sub 再發一個S的音 再唸出titution 有幫助嗎 或許沒有 串在一起 substitute 是動詞 substitute substitute 我覺得他最能唸的地方 那個b一定得閉個嘴巴 b sub 所以你如果唸sustitution 聽起來一點都不困難 sustitution 可是不是這個字 substitution substitution 而且那個titution的t 還有一個音在裡面t 所以substitution substitute 所以為什麼後來我們都叫他sub而已 因為這個字連外國人都會覺得唸起來很困難 substitution substitution OK 所以他的substitution是無限的 所以你可以一直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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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American football is a game of intense physical play with complex strategy to score points by advancing the ball to the opponent team's end zone 好 所以他是一個很intense的physical play 沒錯 他有很劇烈的肢體上的play 以及還有很複雜的戰術 沒有錯 OK 來得分 藉由什麼得分呢 advancing the ball advance the ball的意思就是把球推前 所以advance這個就是把往前推 所以我們把球往前推 advance the ball 一直到敵方的end zone 所以 每次足球球場長長條形的 在 在 他的末端我們就叫他end zone 所以其中一對就是要推到這個end zone 然後跨過去 一跨過去他們這個東西就叫做touchdown touchdown 翻譯成中文就答正 所以答正的話就可以得到 我如果沒記錯我是不是7分 OK 所以答正 OK 所以touchdown OK 好我可能有記錯其實 等一下我們來看看他有沒有寫數字給我們看 好那rugby是什麼呢 so rugby is best described as a blend of the contact of American football the running of soccer and the transition of basketball 這個不錯 這描述我喜歡 所以他最好的被描述為什麼東西呢 一個blend blend就是混合 混合了什麼呢 混合了剛剛的美式足球的contact 什麼叫contact 拿到人與人的連結 不對 他的意思就是肢體的碰撞 所以我們在運動裡面會 有時候會有點小分類 像有的運動我們稱為spectator sport 也就是說有很多人在觀賽的一種運動 而我事實上認為這樣子的運動是絕大部分的運動 因為絕大部分運動都可以讓人家觀賽 所以spectator sport OK 那還有像什麼 一些什麼分法呢 就contact sport 以及還有non-contact sport 這什麼意思 contact sport就是人跟人之間有身體上的接觸的 而non-contact就是沒有的 你就說 怎麼分 我心裡面能想得出例子嗎 你可能現在腦袋開始轉 我直接告訴你好了 籃球有沒有 有 很多人以為籃球沒有 你不就拿個球在那頭嗎 可是你有低位單打對不對 你有在跑位的時候需要人推來推去啊這些的 所以籃球絕對是一個contact sport 那你知道蓋火鍋或籃下進去搶籃板 把人家支架開這樣子 或者架拐子之類的 所以籃球是一個contact sport 足球是嗎 我認為也是 因為你看 你會 你可能會慘球 會人跟人擠來擠去搶球這些的 contact sport 你看那個在 踢那個球門的時候 還有那個排一個人籠之類有沒有 contact 那有沒有non-contact 多的咧 網球 羽毛球 乒乓球 non-contact sport ok 好 所以 它混合了第一個 the contact of American football 所以American football他們會 會tackle 這個tackle就是去把人家撲倒這樣子 ok 好 我們這個字常看到 所以tackle有撲倒的東西 you can tackle a problem 什麼意思 你可以去處理一個解決一個問題 so tackle a problem handle a problem deal with a problem 這幾個字都可以放在 a problem的前面 那但是tackle這個字就是 其實是源自於像 美式足球之類的 就是把人家去撲倒這樣子 好 我又扯遠了 對不起 所以它有American football的contact 以及還有 剛講的足球 soccer的跑動 因為這個是真的是 整隊大家一起跑 而且大家的角色事實上 並沒有差非常非常的多 American football就差很多 因為你如果是linebacker的話 你真的就只是去 你大塊頭 然後去跟人家對撞在一起 推推推 你的工作就只有這樣 你絕對不會有一天跑去接球 可是 rugby的話 真的每個人都有可能碰到球 所以它結合了 running of soccer 以及還有籃球的這一種 transition transition的意思就是 好難解釋喔 因為transition就是 銜接連接的概念 transition 所以像 像我們說 那個 呃 該怎麼說啊 就我傳球給你 我不會看著你站在那邊 然後定定的傳給你 你在跑 然後我估計你跑的速度 然後我把球傳在你跑的前面 所以你可以跑過去 直接接到我傳的球 這樣的動作就叫做transition 我有解釋好嗎 我也不知道 所以反正只有籃球的傳球 絕對不會是定位定位的傳的 籃球的傳球是跑動中傳的 所以這種跑動中的傳球跟進攻 我們就叫它transition 這樣子 那如果說 所以像快攻都是transition offense 那如果說你已經跑到位了 已經變半場進攻了 那個就不叫做transition 已經 好我先問我解釋清楚 so it is a game it is a game played between two teams of course with 15 players each 所以剛剛的American football 11個 Rugby 15個 played on a rectangular field 所以一樣 這是一個正方 一個方形的場地 with the object being to run with an oval ball across the opponent's goal line or kick it through the upper portion of the goal posts 所以它有一個object 你的目標 你的object就是 跟著一個oval oval就是橢圓形的 然後這個橢圓形的球跑 然後跑過對方的goal line 這個概念其實差不多 或者你可以跟踢的把它踢過去 這個goal post就是那一個球門 所以post是一根條啊 所以它有兩根條啊 條在中間 好 條在中文怎麼講 沒關係啊 我們用他語無所謂 所以兩根條啊 你踢到它中間 過了中間的部分 你就得分了這樣子 所以這樣兩個得分方式都行 所以 還有另外一些不同點 所以我們看一下 它有一個comparison chart 所以number of players剛剛講的是 American football 11 然後rugby 15 然後往下看 你的目的 object of the game scored points by carrying the ball beyond the opponent's touchline 一樣剛剛講到這個touchdown的概念 所以這個叫做touchdown 應該沒問題 好 然後touchdown之後 你還可以再踢一次 踢一次又得另外一個分數 所以你應該可以想像 每次只有一個踢的那個概念 可能在電視上有看過 好anyway 然後至於這個rugby這邊的話 一樣 所以你要去過那個goal post 然後 你要是想要去做這個嘗試的話 它有一個特殊的名詞叫做try ok 好ok 然後再來時間的限制 它有四個15分鐘的quarter 所以American football總共有四節 一節15分鐘 然後有一個half time intermission half time就是中場休息 intermission也是中場休息的意思 after the second quarter 所以先打兩個quarter休息一下 而這個American football 或者我直接講超級杯Super Bowl 它的歷史以來 它的half time show 就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大家都愛看half time show 請的絕對都是一時之選的大明星 來唱歌跳舞給你看 然後這時候球員休息一下 研究下半場戰術 然後就回來繼續打下去 所以有時候half time show 它甚至會 它會把整一個 steal the ball game if you will 所以它會把這個焦點全部偷光光 因為half time show實在太好看了 那到底打球還有什麼意義呢 沒有啦 關心運動的人還是關心的 ok 然後 the game clock stops frequently between plays 所以沒錯 American football就是你設定好了之後 然後 然後穿球開始 然後 開始跑然後丟這樣 所以 這個時候的clock才有在動 然後你如果說 接到球 然後被攔截下來 停下來 好時間就停止了 然後時間停止 旁邊就研究怎麼戰術什麼這些 然後排好隊 這時候時間都是停止的喔 所以它是有一個stop clock的一個概念 但是 我們看一下rugby rugby這個時間 它有兩個40分鐘的halves 所以它真的比較像足球 所以它是有上半場下半場 然後各40分鐘 足球也差不多嘛 對不對 然後10分鐘的half time 那clock only stops for prolonged injury 所以只有一個時間 就是 只有一個狀況 它的這個時間會停止 就是如果說有一個受傷 躺在那邊站不起來 現在變成10打11了 好嗶嗶一下 看這個受傷怎麼樣 要不要換人這些的 所以只有prolong prolong是延長的 所以延長的受傷的時候 這clock才會停止 所以這個概念叫做running clock OK 所以running clock的意思就是 比賽啊 它的時間是一直在往前走的 所以甚至包括什麼 甚至包括像出界了 所以出界了 錶不停 然後你的球員出去 球拿起來 然後往裡面丟這些的 這是足球的用法 所以這個時候 時間都是不停止的 所以我們這個叫做running clock 也順便教你一下下 好球的部分就不講了 反正大小不一樣 那它的各的聯盟也不同 這樣子 OK 然後 然後這些描述上 事實上差不多 我們看一下好了 所以前面事實上 只有重複到 American football is a game with intense physical aggression aggression就是你知道 有怒氣 生氣 對人的一些敵意 都叫aggression excuse me 然後 這些player有speed 有power 跟explosiveness 所以有速度 有力量 還有一些爆發力 爆發力 你可能就可以用 explosive 這個詞來說 jagnus 變名詞 OK 那explosive是爆炸嘛 so that requires helmets and padding to be worn 所以啊 它需要helmet 所以需要頭盔 這個padding就是剛剛講的 肩膀上的那種電肩 所以這個padding pad這樣子 好 然後這邊呢 rugby is a game with intense physical aggression and necessary endurance 所以 他還必須要耐力 每次足球不太需要耐力 因為像剛剛講的 他丟一個球 傳一下 然後停下來 然後停下來 時間停止 重新setup 重新排隊 這些都不用體力 所以他需要的是爆發力 但是 這個rugby就是一直在跑動 像足球一樣 所以你需要endurance 所以endurance 就是耐力 ok necessary endurance don't it requires a mouth guard for play 所以他唯一只需要打 就只是一個mouth guard 什麼是mouth guard 就是那一個 放在嘴巴裡面的尺墊 ok 嘴裡的護墊 打拳擊也會帶 我自己在練拳擊也會帶 certain possessions require speed and agility 所以有一些possession 有一些就是你在進攻的時候 你得到球權 你會需要一些速度 跟agility 就敏捷度 其他的呢 則是需要力量 好 所以 American football 多半真的只是在 每週打 所以在USA Canada都有 至於rugby 則是世界都有 像我們也有rugby 可是我們就沒有American football 然後 目前世界冠軍 還稍微列給你看一下 然後 substitution 剛剛講到了 substitution unlimited rugby 就只有 只能換7次而已 up to 7 substitutions allowed 所以 而且要看他的那個錦標賽的規則 所以錦標賽叫做tournament 你唸成tournament 我也是聽過啦 但我的習慣就唸成tournament ok so once pulled out cannot be substituted back in 所以 你一旦被換出去就不可以再換回來了 所以這一點比較像棒球 ok 換出場就不能再回來 除非有一個injury and no other substitute 所以除非有一個受傷了 然後就沒有其他人可以換了 那剛剛被換下去 才可能可以再被換回來吧 然後幾個裁判也稍微說一下 這個大家廢話 這個就不看了 不過裁判這兩個字我們看一下好了 所以裁判有referee這個字 ok referee 它來自refer這個字其實 所以referee就是一個 可以讓你參考規則的人 或許是 所以referee 那但是在不同的運動裡面 這個裁判也有不同的字詞 像例如說 在棒球這個運動裡 就不叫做referee 在棒球裡叫做unpire 就是unpire referee這樣子 好 沒問題 然後場地大小也稍微給你看一下下 你可能會覺得我知道這幹什麼 可是你知道 當我在第一年去加拿大的時候 我會上體育課 體育課不是只有打打球就算 體育課來考你這些運動方面的知識 他會考你這個足球場多大 或者是American football場地多大 然後怎麼得分怎麼計分怎麼幹嘛的 這些事實上會考試的 所以你會覺得考這幹嘛 我考這就是一些常見的知識啊 像 所以你看我們在台灣有的人不懂棒球 我就覺得很扯 我們稱棒球是我們的國球 那既然是國球 你乾脆把它放在考試內容裡面也不錯啊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小朋友學起來覺得很沒勁 可是 我覺得這算是人生中的基本常識 你要是一點棒球規則都不懂 你社交上有時候會有困難的你知道嗎 所以你知道我們人不要限制於你只學些什麼東西 什麼都應該去摸一下下 好 Anyway 他講到player size OK NFL NFL就是他的聯盟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然後他講一大堆什麼這些的 這個大概無所謂啦 算了 有的很重有的很輕 沒錯有的100多公斤都有 天哪 200多公斤的都有 好啦 OK了 然後protective gear 這剛剛有講到 所以helmet 然後shoulder 然後胸口也有 都有pad 這樣子 然後連他的upper leg都有 大腿也有 padding mouth guard當然要有 OK 然後至於rugby 所以有的時候rugby球員會笑每次足球的球員 就你們這些pussy 我們什麼都沒穿也跟你打成這樣 然後你們穿那麼多 可是不管 我知道這兩個運動的運動傷害都還是非常非常嚴重 所以sports injury叫做運動傷害 OK 可以複述sports injuries 然後像是他們常常suffer的這些injury 就包括腦震盪 你可以想像吧 所以concussion 順便講給你看 OK 好 所以這邊這個players are only allowed modest padding on heads 所以的確 所以也不是說完全沒有rugby也可以戴頭的 頭套的齁 所以這邊好像都沒有就是 這個有 所以rugby的確是也可以戴一個頭上的這種 保護的護具 可是說實在就不多 所以你只有一些modest padding on head shoulders and collarbone 也可能有這樣子 然後只有mouth guard是一定要的這樣子 Alright 我還蠻想看 Average contact per game OK 所以剛剛看到tackle這邊就有了 所以鋪倒幾次或之類的 所以在rugby的鋪倒當然多很多說真的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他可以一直傳球嘛 但是football的話就少多了 所以是這樣子 好 然後 其實講到這我覺得差不多了耶 我覺得時間上也蠻長的 我一直很想看到他的這個分數到底怎麼算 我剛剛因為有點忘記了 所以 American football Each 我覺得我把它唸完就好了好不好 OK我把它唸完 我們就可以 或許就不要再講解這麼多了 因為這邊事實上都是一些蠻簡單的一些詞 所以 來吧 American football Each team has 11 players on the field at one time With unlimited substitutions Each team gets 3 timeouts per half Play begins with a kickoff Two teams line up opposite each other They are usually lining up a play from scrimmage 我忍不住要講一下 這個 scrimmage就是跑戰術 OK scrimmage 所以他們排隊的時候就是有一個 scrimmage的一個狀態下 So receiving player may run with ball Or may pass it Each team has to move the ball at least 10 yards within 4 downs If they fail to do so One team gets the chance If they succeed They get 4 new tries To move the ball 10 yards further The main object is to score points By advancing the pointed oval-shaped ball into the opponent's team's end zone Opponent's team end zone 好 需要解釋一下下嗎 很想 可是我覺得時間不是很夠 我很快說一下下好不好 所以總之American football是 你必須要在四次的嘗試中推進10碼 要是在四次的嘗試裡面沒有推進10碼的話 你就失去球權 所以多半在第四次你覺得推不進去的話 你就會乾脆把那個球踢的越遠越好 然後你要對方接到之後 他們可能再往你的方向跑 所以要是你有辦法在四次的嘗試裡面 推進10碼的話 你就可以再刷新重新再嘗試四次 直到你慢慢推進他的end zone得到分為止 好大概就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這裡說的 You move the ball at least 10 yards within 4 downs 所以它不叫4 tries 它叫4 downs 所以你會聽到他們有1st down 2nd down 3rd down 這樣子 OK 所以10碼就是用yard這個字來說 好所以大概這樣夠了 來rugby我會把重頭一次念一次 A rugby team consists of 15 players divided into forwards and backs 所以要前鋒跟後衛 Forwards are often larger and stronger players on all the team having their main job to w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ball The backs are usually smarter 對不起 不是 smarter 對不起喔 Smarter 但是所以 forward就比較笨嗎 不是 Smaller The backs are usually smaller, faster, and more agile and exploit the ball possessions The match begins with a kickoff and the teams compete for possession The player of the receiving team may run with the ball or kick it or pass it to any other player laterally or behind him Opponent players may tackle the ball carry ball carrier at any time Other than tackles, scrummages, rucks, balls, and line outs No other contact is allowed Even dangerous tackles are not permitted And are penalized severely Once tackled, the player must release the ball immediately So play may continue Once a team has crossed the opposing team's goal line and touched the ball to the ground A try is scored Five points After each try The scoring team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core two more points With a conversion 好 我對rugby事實上沒有非常的熟 所以這裡有幾個概念 我們就可以順便一起學一下下 他這裡說的是 事實上也是有跟足球有點像的那個樂位的概念 所以你看到這裡說的就是 你拿著球的人 你可以踢拉 或者把它傳給任何player 而這個player必須要跟你 你側面的 所以Lateral就側面的 所以你的球員在你的側面 或者在你的後面 所以你不可以把球往前傳 你只可以側拋 那側拋的時候被人家接走 所以這樣就沒問題 OK所以不可以往前傳 所以Opponent player呢 能夠Tackle你 而且啊 我這裡都看到好多我不會的字 所以其他的人可以去Tackle你之外 還有這邊有一些詞 這個叫Scrummage Scrummage 我們就看一下好了 因為我這邊反正字典開著的 所以Scrummage叫做 喔這個是Rugby裡面的詞就是 所以他也沒有翻成中文給你看 但總之 呃 Who come together with your heads down 喔 OK 好 所以這個是 這個有中文啦 他就並列爭球 就他們會圍成一團 然後就擠在一團裡面去 想辦法把球爭出來 這個叫做Scrummage 酷喔 學到了一個字 蠻好的 好還有這裡有RUCKS R U C K 所以不是石頭 這個應該是短音叫做Rock 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找一下一下 這個Rock 呃 嘚嘚嘚嘚 橄欖球比賽 逼 逼攻徵球的一群隊員 so a group of players in Rugby who are all together around the ball 所以Rock Rock就是把他圍在一起吧 大概是這樣子 我只能說我 對不起 點到 點錯東西 好然後這邊還有一個MOL 這個字 MOL這個字我就有見過了 這個是我見到的地方是在哪裡呢 被熊攻擊 哈哈 OK MOUL OK 他翻譯是MOL 那是什麼意思啊 所以你看如果一個Animal MOL 人的話就是 呃 就是用嘴 用牙齒或Claw去攻擊人 所以動物用爪子襲擊傷害 這樣叫做MOL 那我們看這個MOL 有沒有Rockbeat的解釋 既然沒有 沒有也就只有刃 OK 所以 呃 And Line Out 所以還有一個Line Out 這個Line Out 我覺得我也可以找一下下好了 OK Line Out OK 呃 球出界界外球叫Line Out Oh sure OK Gone off the field in which the attacking players from both teams from two parallel lines at the edge of the field and jump to catch the ball Oh I see 我記得了 所以這個Line Out的意思是 趕籃球可以把人扛在肩膀上 然後從界外傳進來的時候 他可以 他可以飛起來去搶那個球 這個好像就叫做Line Out 其實我並沒有很專業 或許有同學可以在下面幫我補充 就拜託你這樣子 所以除了這些之外 不能其他的Contact 所以可以Tackle 可以Scrummage 可以Rock 可以MOL 可以Line Out 我相信這個MOL就有很特別的意思 我真的忍不住很想找 這邊很像一個Rabbit hole你知道嗎 我開始我鑽進去了 所以我如果找這個Rugby 因為我相信這個絕對不會是 像動物一樣的牙齒咬或之類的 所以這個Rugby MOL可以 它有一個Rugby MOL 是Explained 所以這個就叫做Rugby的MOL 喔 你看看起來好gay 所以這樣抱著 然後從一個人的身體上 就你可能抱著球在那邊 然後旁邊的人可以 想想把你的球給摳出來 摳出來的意思這樣子 哇 OK 所以 A MOL is formed off the ground with participating players standing on their feet 站著 然後好像用手把它摳出來 還是之類的 聽起來 這看起來有點屌 所以你可以MOL 你可以小英文去 把人家球 用爪 用你的爪子給勾出來 好像是這樣 哇 Interesting 好OK 所以這些是你可以做的 其他不行 好 看起來這樣好像也夠了 下面還有內容 不過我覺得 那這邊講到origin 或者什麼這些 我們大概就不講了 好 希望這個對你有一點點幫助 那我們剛剛的一些詞 事實上是很多運動 可能看到的 還蠻多的 所以像Rugby Football 介紹了American Football Soccer 什麼這些的 然後 也告訴你 有的運動會有接觸 有的沒有 然後 tackle這個字很多意思 可是在問題的處理上 也可以使用 跟handle 像deal with 有點像 所以這個running clock 是比賽的時間一直進行 Explosive 就是你有爆發力 或之類的 這個padding 就是一些防衛上的東西這樣子 那Rugby 比較需要耐力 叫做endurance 那mouth guard 就是你放在嘴巴 護尺 Tournament 是錦標賽 Referee是裁判 Umpire也是裁判 那運動傷害 叫做sports injuries concussion 是腦震盪 最後剛剛講的scrimmage 是那一個 跑戰術 好 講到這裡可能有點長 希望我還沒有失去你這個觀眾 如果你有一起看完的話 非常的感謝你 也 again 提醒一下一下 如果你需要練習口說的話 加入一下clubhouse 我們有時候可以一起在線上聊天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